好了,今天講2018年的第六條,Paper 1 的題目 現在它就說,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of x 去 satisfy 這兩條式的 滿足這兩條式的 中文同學就是這樣,求同時滿足這兩個不等式的範圍 接著 B part 就 write down the greatest integer satisfying both inequalities in a 即是叫你寫出同時滿足 a 不等式的最大的整數是什麼 好了,我們首先把2的算式搬走 2要乘兩邊,所以第一條算式就是 3-x 大於4x加14 第二條是x加8 就是x大於0-8 我們逐步逐步來,不用急,慢慢來 好,到這個調去,這個調去 -x減4x就會大於14-3 及x就大於-8 好了,要再做了,-1-4 即是-5x就大於14-3 即是11來的 這個及,x大於-8 中文同學写,中文同學寫an 中文同學寫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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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中英指,只要對照 好,兩邊除-5 先小心,不等符號一定要調轉 不等符號一定要調轉 所以你會得到這兩個答案 你要同時滿足這兩個, 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這個是0, 那你這裏負8 這裏究竟是多少呢? 10除5就是2, 11除5就是負2點幾 這個負2點幾呢 差大一點 這個負8就小一點 你可以這樣想的, 譬如你欠債 你欠同學子, 8 元, 那就折墮一點 欠別人2個幾就沒那麼折墮 好了, 這個我們畫兩個電燈柱 為何我説實心又等於, 所以我箭嘴寫向這邊 這裏就空心 這樣 好了, 我們現在要塗陰影出來 那圖陰影呢, 很多同學都不太明白 其實這裏你掃過去, 掃到尾 而這個位置你掃過去, 掃到尾, 掃到尾, 又是這樣 那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即是重疊的範圍就是答案 那重疊的範圍是什麼呢? 就是被這兩個數包住 那這個就是個答案 那這個就是個A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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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重複一次, 這條色呢, 首先就是調位 這個2呢, 就乘過去先 那你出到這樣, 4x加14 那數字是放在一堆, 英文字母放在一堆 那你左右的調位, 怎樣調都好 一定要x小於11 over負5 可以嗎? 我們看回數學語言 通常x放在左邊 你放在右邊都不要緊 最後答案一定要 懂得組成一個漂亮的答案給我 拜託, 不要組成另一個答案 那你說0-8就負8 那照抄而已, 是吧? 問題就是B部分 你要同時滿足A不等式的最大整數 啊, 最大整數是誰呢? 最大整數是誰呢? 好了, 這個數呢, 11 over 5 我們不如做一做短除先吧 11除2只有10, 余數是1 那就是說, 11 over 5 11 over 5 其實就是二有五分之一 二有五分之一, 是吧? 2乘5加1就是11 好了, 就是說這個其實呢 5分之一是多少 你不知道也不要緊 如果這裡是0 你之前的數是甚麼? 之前的數就是負1 這個就是負2 這個就是負3 這個就是負4 如此類推, 是吧? 負5 OK 那你說要最大 這個電燈柱呢 其實呢, 介乎是甚麼呢? 就是負1和負3之間 因為它在這個位置 就是負2和負3之間 那就是說, 其實呢 它就應該不包括負2 對不對? 負2是不算的 所以我們最大的整數呢 其實就是負3 來的 所以這個答案呢 就是叫你寫的嘛 那就寫吧 答案就是負3 因為它寫的答案 的題目呢 永遠只寫的答案 就有1分 這些是我們的思維 只是思路而已 那下次呢 人家問你最少整數是甚麼 最少是負8 因為你要等於負8 那整條數呢 就是基本上這樣做完的了 行不行 這個就是中間的範圍 就是個答案來的 記得啊 你要小個負2又5分1 這個位啊 是負2又5分1 那就是負2就不包 負3就包 明白嗎 你不理解到